在云端上都有啦 不过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呢 当然会因为那个 你的 像我们电脑里面 我现在的路径 跟你们路径可能又有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记得这边按右键 编辑一下 把这个复制 记得修改 就修改这个这个地方的路径 贴的时候特别注意啊 你这个后面的这一个 斜线一定要保留 因为如果你没有保留的话 他就会不知道要放在这个 这个斜线指的是根目录啦 指的是这个目录里面 它就会存进去 那其他也都一样 这边的话注意一下 那所以呢我们执行完之后 主要大概就是了解啦 这个也是copy啦 不过copy特别注意哦 这个copy指的是 那个把它另外新 就是工作表 变成新的一个工作簿 所以关键其实就在这里 copy 后面不能有什么 before啦或after 有没有 如果你有before或after 拿一个工作表 它就变成是在 同一个工作簿里面 但如果没有 那就是另外产生一个 新的空白的一个 工作 工作簿 应该这个概念有啦 后面其实就是做 利用工作簿物件去存档 然后另外把它关掉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这个概念应该有啦 其实程式也没几行嘛 跑一个回圈嘛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 取得到它名称 把它建一个新的工作表 存档 关闭 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那删除的话呢 就是利用DIR DIR指的是呢 以前DOS底下有DIR 好像也是类似啊 但DIR就是把那个 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 帮我列出来 那它第一次需要给它一个目录名称 后面的话一样会有个斜线 这个斜线应该这边有了 所以如果上面有了下面就不用有了 不过好像两个都有它也不影响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去找什么呢 找所有的e-sale档案 这个信号指的是所有的 那后面副档名一定要加 但如果你如果不知道副档名 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什么呢 信号点信号也可以 信号点信号意思是说 信号 如果后面也是信号 那就不管哪一种副档名 反正只要在这个目录里面 全部的档案都这样 帮我抓出来删掉 那你可以用信号点信号 那如果说你是要指的是哪一种的类型的话 后面这个信号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那个e-sale的档案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只会帮你找 那个e-sale档案 这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我想概念 跟以前那个DOS 那个还蛮像的 那我就找到 它会帮你找到第一个 然后呢 找到的话呢 那里面就不是空的 如果找不到呢 那里面就是空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找到跟找不到 去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这一题的话 这个地方呢 当然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do why 后面这个啦 这个后面呢 是一个逻辑 如果等于空的 就是找不到 那它就跳离了 就离开了 意思就是删 删掉没有为止 OK 然后后面的话 利用key key 就是把那个档案给删掉 当然呢 如果你要删掉 这个 那台电脑里面的 任何档案都可以 所以 其实这个key key 这个方法 是有安全性的 顾虑 所以 以前为什么那个 起用聚集的时候 要警告一下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它是一个恶意病毒的话 它也可能会把你的系统的档案给删掉 比如说呢 你的cx32 系统的档案里面 所有点所有 把你删 全部删掉 那当然你就完蛋了 因为你一开机 就无法进到windows 因为里面的系统档被删掉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删除 那最后做完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那个我们的VBA里面 刚刚讲的就是 第二段第三段程式 然后删除的话 就直接执行 它就全部删掉了 ok 全部删掉 ok 然后 这个才对 全部新增 一直闪 一直闪 那你如果不想它一直闪的话 还记得吧 可以加一个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就可以把它关掉 可是就有同学说 老师 那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你这个路径 每次都要按右键复制的话 那这样子 有点麻烦 而且 怎么讲 你每次都要去改程式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不可以像人家这样 跳出一个视窗 用选的就好了 那当然可以 我demo一下 像我刚刚有demo 下面这个 加一个叫filedialog 那所谓的filedialog 意思说 它会跳一个视窗 的对话 dialog 对话方块 问你说呢 比如说删除好了 我可以怎么样 请问一下 你的那个目录在哪里 你就刚刚桌面上面有个VBA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它就自动帮你把它全部删掉 那你要输出到哪里呢 你可以直接执行 一样会跳出什么 请问你要把输出的结果放哪里 那你用filedialog 告诉他说 在桌面上 我有个目录叫VBA 那帮我把它丢进去 把按确定 你会发现 它就全部帮你把那个 刚刚的所有的档案 全部都丢进去了 那这个filedialog 非常的好用 以后如果说呢 你在VBA里面呢 要使用者去选某个目录 你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非常的简单 只有两行程式就好了 这两行 而且不用死倍 这些呢 就是这两行 OK 那怎么做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假设 这个 我是 从那个什么呢 从这边 有没有 把刚刚这一段 直接复制 贴到底下好了 后面的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把它叫做filedialog 它是 那这个怎么叫它 它基本上 是隶属于 那个 最大的那个物件 所以基本上 我们学来学去 最重要的就是 不外乎 刚 工作部就 握不可 再往上会有一个物件 叫appication 就我讲过ecell本身 所以这个applic 可以选这个物件 非常的重要 它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跳出对话方块的 一个方法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一个属性 跟你讲 它叫filedialog 这个filedialog 你可以怎么样 点击它 它会跳出什么 特别注意哦 你这边呢 钱瓜糊一下 filedialog 还有四种模式 这个属性 还蛮特别的 不过应该 你可以把它称为 一个物件吧 就是 application的指物件 它下一层 它叫做 档案的对话方块的物件 然后呢 不过它这边 是用属性 不过我是觉得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 物件来看 它里面的话 有几种模式 mso 就是跳一个 那个message的 那个 就是选项 它有几种 其实顾名思义啦 filedialog 后面有个file picker further picker open 跟save as 那我们是要选什么 选目录嘛 所以顾名思义 应该选哪一个呢 further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不用 不是用背的 你可以用挑 你只要记得就好 application.filedialog 我要选 请你帮我跳出一个 选择目录的一个 对话方块 后刮弧 然后呢 帮我秀出来 所以最后记得要什么 点秀 它才会秀出来 OK 那秀出来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去选 选完之后呢 会return一个 s pass给你 return一个 一个路径的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给你 但是那个字串 我先在前面 因为我要接它 所以我就在前面呢 先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的变数 然后呢 我去接 那怎么接 一样 就是打一个application 点file 这个 好 一样呢 那 当它已经挑选完之后的话 它会用什么方式 告诉你呢 特别注意哦 它这边的话 一样点filedialog 我们 filedialog 然后呢 它会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filedialog 它可以 filedialog嘛 一样furtherpicker 一样哦 所以前面啊 其实你可以把这 干脆这一串 把它复制一下 其实差别就是说呢 你选完的结果 点什么呢 最后呢 前面是show 把那个视窗秀出来 那后面的话是什么 它选了一个 所以呢 它选了哪一个呢 你可以把show改成那个 叫select 什么 select items ok 这个select items 就是它选了哪一个 那因为它可能会选了好几个啦 不过一般是 选了第几个 理论上如果没有多选的话 理论上只会选一个 所以那一个的话呢 你给它顺序 就e 告诉他说 你选了那一个 请你告诉我 所以 特别重要 这一行 跟这一行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后面一个是show 一个是select item 后面加一个1 它就帮你选的那一个 其实丢回来就是一个路径 我们来试一下 给各位看 这个地方 先把它删掉 先全部删掉 然后呢 它怎么跑呢 按 我看按F8好了 跳出来 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OK 就是 叫做File Dialog 有没有 这个东西叫File Dialog 因为是Footer Picker show出来 所以有一个show OK 那我去选怎么 选桌面上 的VBA目录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按F8 我就用什么呢 select item 丢过来 你会发现呢 它会给我的是一个路径 但是特别注意喔 这个路径喔 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喔 这个地方后面喔 会少一个什么 少一个斜线喔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 你如果少这个斜线喔 最后就会有差 因为它就 没有放目录里面 而是放目录外面 为什么 因为少这个斜线 这个斜线指的是 我要放里面 没有这个斜线 就是指的是放外面 OK 特别注意喔 这很重要喔 好 那一样的方式 那 这个地方 刚刚本来是一个路径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改成s pass 然后呢 and 因为我会少一个斜线 所以记得 这边呢 你自己要补一个斜线 然后and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是把那个路径 加一个斜线 加档名 再加上它的那个副档名 OK 所以我们就是 先抓到的是哪一个呢 诶 嗨班 嗨班的话copy 起来 然后再存进去 force OK 一直类推 所以直接执行好了 那差别的话呢 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是 刚刚是要自己去 把那个档名复制贴过去 可是每一次如果要复制贴 复制贴 其实对一般的使用上还是不方便 所以你只要加两行程式就好了 这两行真的非常好用 而且很简单 只要你要让使用者选目录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两行记下来 就OK了 那一样的方式 如果你要删除档案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在这边怎么样 加一下这两行 然后呢把那个space 其实拿掉就可以了 不过可能要注意一下 关键这个斜线有没有加 因为常常出问题的话 都是这个斜线没加 所以执行 有没有把VBA里面的东西 帮我把它全部删掉 OK他就帮我全部删掉 那你不要做一些事就是 危险的动作 删除档案嘛 你不要说C碟底下的那个什么呢 Windows 里面的哪个目录按确定 他就全部帮你把里面删掉 那就完蛋了 把它取消好了 真错 所以特别注意 大家如果你要写一个 那个聚集病毒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start.start 然后呢 目录呢就指向C冒号斜线 Windows斜线 SystemSender OK 所以这个聚集病毒 每个人都可以写 你不要 所以你也不要哪一天心情 可能看哪一个同事不顺眼 对 如果他对你不好 你就说 这个档案很不错 你打开看看 如果你删除所有 OK 那他的电脑就跟你say goodbye 打不开了 OK 那他怎么你的档案跟我没有关系 那他也不一定知道是你干的 这当然是不好的事情 OK 但是如果说 那你要记得 这个聚集病毒 其实是聚集的话 其实还是有安全性的问题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 就是fire dialogue部分做完之后 那我们再来就是要练习什么 可以分割出去13个 再来的话呢 也可以合并 分也可以合 所以呢 这13个如果我希望呢 一键完成什么 把它全部都把它再合并回一个全部好了 因为那名称叫什么 反正就叫一个全部的档名 按一键 然后他自动帮我把这13个档 再合并回来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 不过这个相对的程式 复杂度也比前面来的高了 那这个我也想很久 那这个地方我只是一个雏形 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再想想看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叫做application.filedialog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